大家好,我是小影 女性朋友多喝这道茶 面色红润有光泽 连化妆品都省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特别适合女性朋友的代茶饮 如果您经常脸色蜡黄 浑身无力 夜里经常失眠多梦 不妨把它收藏起来试试看 首先,准备三颗红枣 红枣的量不需要太多 每天3-4颗就可以了 加入面粉把红枣搓洗一下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红枣表层的灰尘 抓洗一遍,再换清水 把红枣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红枣去掉红枣盒 红枣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有非常好的补气养血 安心养神的作用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 接着,再准备五颗黄极 先加入一碗清水 把黄极清洗干净 黄极是一味补气的中药材 可以一期顾表 尤其是女性朋友 气韵通畅了 血才能跟得上来 接着,再准备四颗桂圆 桂圆用四颗就可以了 用多了会上火 先把桂圆清洗干净 桂圆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被人们视为珍贵补品 桂圆有非常好的 溢气不屑的作用 清洗干净的桂圆杆 用刀把把它敲碎 桂圆杆的外壳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接着,再准备五颗橙皮 再准备五颗玫瑰花 加入清水 把玫瑰花、橙皮清洗干净 橙皮可以理气健脾 玫瑰花可以梳干净浴 尤其是女性朋友 平时可以多用玫瑰花和橙皮来泡水喝 清洗干净之后 把食材过滤出来 这道茶,我们可以放在养生壶里 煮上15分钟的时间 也可以准备好食材 直接放在保温杯里冲泡 一次的饮食 可以煮上一天的时间 尤其是女性朋友 经常会气血不足 运气不畅 晚上也是失眠多梦 睡不好觉 可以多喝这道茶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女人注重内部的保养非常的关键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